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先聊天的节目 今天咱们接着聊五胡乱华中的前焉 上回咱们聊了前焉 第二代领导人叫慕容晃出事了 一出场就先平定了一场兄弟间的判断 在辽东稳定住了局面 但是光稳定住局面可不够 还要继续对外扩张 怎么扩张呢 咱先看看他面临的局势 这慕容晃主城是大吉城 从这大吉城往东 这边大部分都是慕容晃的势力范围 所以他要往西扩张 西边有三股势力 首先是另外两个鲜卑部落 宇文鲜卑跟断诗鲜卑 宇文鲜卑这蝉鱼是宇文异斗归 断诗鲜卑领导叫断辽 另外再往南走到华北平原一带 就是后召石虎的范围了 这慕容晃要想往西扩张 对手就是这三位 自己这还没想明白要怎么打呢 人家先打过来了 这是在公元336年 断辽命令自己的弟弟断兰 拥兵数万攻打柳城 柳城在哪呢 咱没画出来 就离这大吉城非常的近 打过来了 另外呢 宇文一斗归也带兵前往侧影 你想这慕容晃 这是马上的军王 这打仗家常便饭 一点不害怕 亲自领步骑五万机支 兰归皆顿 这没怎么打 这断兰啊 宇文一斗归啊 全撤了 逃跑了 慕容晃呢 又派了自己的大将封义 率着青旗前往追击 败之收起军石 把这个断兰杀得大败 抢了他不少的粮草自重 这就算完了吗 慕容晃说啊 二鲁齿无功而归 必复重置 哎 他们主动来打我 没怎么打就跑了 这还让咱抢了不少东西 他们肯定不甘心 所以呢 还会再来 咱们呀 应该在这柳城左右 设好埋伏 等着他来 于是呢 还让这封义 在马儿山诸道 做好埋伏 果然 没多久 这断兰 又回来了 封义突然杀出 又大败之 斩了他的将军荣宝 好了 这算是把这两边彻底击退了 但是光击退不行啊 你不是要占人家地盘吗 这怎么占呢 哎 这慕容晃啊 想出了一盘大棋 什么大棋呢 咱一步一步说啊 头一步 称王 这是在公元337年 慕容晃啊 自称为燕王 这在当时啊 这是僭越 为啥这么说呢 你看这慕容晃 他不是自己当皇帝啊 他认了一大哥 奉东晋朝廷为政术 那你要想称王 称燕王 这不是过去那燕国的地盘吗 所以他们的政权 后来才叫前燕嘛 你要想称燕王 那得是东晋皇帝册封你 对不对 哎 您这好 自己就自称燕王了 这是僭越藐视朝廷 于是呢 哎 别着急 这慕容晃 还有第二步 第二步呢 直接派人前往华北去联络石虎 称犯于赵 哎 派人跟石虎说 说我呀 不要东晋那大哥了 你看我都称王了 根本没理会他 我们打算啊 改任您当大哥 啊 起事已讨聊 但是我当您小弟呢 我们有个请求 就什么呢 这断石先辈 啊 这断辽 老欺负我们 您大哥您仗义啊 那能看着我们被欺负吗 您得出兵帮我们啊 咱们兵河一处 一块打断辽 到时候啊 我家燕王 啊 慕容将军 当晋帅国中之众 以会之 我家慕容将军呢 哎 从东边 您打西边来 咱们东西夹击他 呃 如果您不相信呢 我家主公 愿意以其弟 宁远将军汉为之 愿意把他弟弟慕容汉 派回来 到您这儿当人质 哎 这石虎啊 听了这个 大跃 高兴 啊 你看 东晋朝的这大哥 他不认了 觉得我是郑硕 是吧 我英明神武 杀人放火 赵天王 我是郑硕 认我当大哥 好 后家魏达 哎 重重的赏赐了这个使臣 然后呢 说你这 慈其智浅还 你呀 这还要让什么 他弟弟慕容汉来当人质 用不着啊 我绝对相信你家将军啊 密期明年 咱们就定个时间 明年咱们两边一起动手 这石虎啊 还真是说话算话 等到了第二年 果然 呃 那东边是慕容晃 西边那是石虎 两边同时出兵 夹击断疗 那断疗怎么应对呢 这想了想 觉得啊 咱先打这弱的 先把弱的击退 再打强敌 哪个是弱的呢 慕容晃 比石虎相对来说 病例少一些 哎 先打他 又派了自己的弟弟段兰 前往去击退慕容晃 但是这段兰 这不是刚被慕容晃杀败吗 手下败将 果然这回又被杀败了 斩机数千略五千户而归 这慕容晃啊 斩杀了他不少士兵 然后呢 把这段兰 治下 有五千余户百姓 都给掳走了 然后呢 就撤回大鸡城了 这段兰这一看 慕容晃都没打过 而且呢 吃了败仗 实力大减 这还怎么抵抗石虎啊 干脆跑吧 率兵往西北跑 逃入了密云山珠 这时候石虎杀到了 啊 扑了个空 这儿没人了 断辽也没了 慕容晃也没来 断辽跑了还好说 啊 一打听这慕容晃 抢了不少资重 抢了不少百姓 回去了 你不是跟我来会师吗 这不是放我格子吗 于是石虎大怒 哎 从这儿也不打断辽了 继续往东北前进 直接进攻大吉城 哎 我干脆把这慕容晃给你干掉 当时啊 石虎大兵围困了大吉城 相持了有这么十来天 左右劝晃响 这慕容晃身边就有人劝他 说您当初干嘛招这石虎啊 把这瘟神给整来了啊 现在这形势啊 实在不行 要不咱们就就投降得了 哎 慕容晃说啊 故方取天下 何乃祥人呼 我这大旗下得正爽 我正要夺取天下 怎么可能投降呢 于是呢 继续坚守 慕容晃知道啊 石虎这次出征 他没打算远征 也没打算打好长时间 现在战线拉这么长 很快他粮草就借机不上了 于是呢 再算这日子 算来算去觉得差不多了 哎 出城 赢敌 这慕容晃啊 在大旗城里坚守不出 哎 在这算这日子 算来算去觉得 哎 石虎这粮食啊 应该吃差不多了 于是呢 派兵突然出城袭击 派了谁呢 自己的儿子慕容克 让他领兵两千 在这一天的清晨 突袭石虎的军营 这慕容克呀 这是咱们后边的主要人物 这儿是第一次出场 有人评价说慕容克是 五湖十六国的第一名将 哎 您就知道他的实力了 石虎这边呢 早就军情懈怠 这粮草也接及不上了 正在这发愁呢 敌人突然冲过来了 毫无准备 驻军惊 弃甲而顿 哎 打了几下 逃跑了 慕容克这儿呢 乘胜追击 斩获三万余击 两千人呢 斩杀敌军三万有余 平均一个人杀敌十五 这也太夸张了 反正呢 是把师父击败了 十五呢 连上火带窝火 这儿正生气呢 传来个好消息 之前的段辽 不是被打跑了 藏到密云山中吗 哎 这时候段辽啊 派人来跟他联系了 说你看 你也恨慕容克 我也恨慕容克 不如咱们两家联手 共同拿下这大集成 哎 这师父当然高兴啊 赶紧派了部将麻修 前往密云山中去迎接段辽 结果这麻修走来走去 走到一处重山峻岭 哎 突然前面来了人了 以为是段辽来迎接呢 再仔细一看 再仔细一看 是慕容克 哎 这这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这慕容克带领着精兵七千 原来两千还打赢呢 这时候七千 大败于敌军 哎 把这麻修杀了个大败 于是呢 这是两败十虎 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 这段辽啊 早就跟慕容华联系好了 已经投靠了慕容华 现在呢 是假意来骗十虎进入到埋伏圈 这十虎啊 连败两仗 元气大伤 粮草也接济不上 只能退回去了 退回去之后 慕容华 哎 这地盘继续往西阔 收复了这段式鲜卑的地盘 你想这十虎 能甘心吃这亏吗 回去以后就开始调兵 清济幽州为东正之计 咱们前面讲过 十虎那不是四处调兵吗 要往东打 要往南打 要往西打 哎 往东 就是大慕容华 从清州济州幽州正兵 五丁取三 四丁取二 哎 家里边有五口南丁的 正发走三个 有四口南丁的 正发走两个 征集了大军 把这大军都安排在哪了呢 在乐安城 慕容华也得到消息 知道十虎要报复 但是呢 一点不着急 这都在我这一盘大棋的预想之内 慕容华说 这十虎自已乐安诸城 守防严重 城之南北 必不设备 他这聚集了大军 知道我们肯定害怕呀 琢磨着防守 这时候咱们给他来个偷袭 除了乐安这一片 其他的地方呢 肯定丝毫不设防 于是呢 慕容华亲率 骑兵两万 出了耶翁赛 这耶翁赛是哪儿 就是居庸关 绕到阎山山脉 从居庸关这儿突然杀出 突袭了忌城 忌城啊 就是今天的北京 在这儿呢 锁过焚烧鸡具 掠洗幽济 三万余户 这十虎啊 大军是囤在乐安 那粮草自重什么的呢 很多都在继承一带 于是啊 慕容华在这儿 能带走的全带走了 带不走的 一把火全给他烧毁 这一下啊 这十虎心彻底凉了 大军是聚集了 粮草没了 这呀 你要把他们派出去 他还指不定打谁呢 所以呢 十虎这反攻的计划 也只能作罢了 好 你再看慕容华这时候 几次击败十虎 声威大政 这声威大到什么地步呢 连远在南方的东晋朝廷 都惊动了 这朝廷一商量 哎呀 你看这 这鲜卑慕容氏 原来是咱们小弟啊 现在没想到这么厉害啊 这底拉拢 于是呢 派了使者前来 说朝廷啊 进封慕容华 为征北大将军 幽州牧 领平州 此时 这官封的是挺大 但是呢 慕容华那都自称燕王了 您这比王爷还差得远 于是慕容华拍了长使刘翔 前往建康去报捷 哎 告诉朝廷 我们击败了十虎 哎 这表面上说是报捷 实际上呢 是去告诉朝廷 你们呀 应该封我家将军为燕王了 但是呢 这朝廷啊 舍不得 大伙讨论来讨论去 先后争论了一年多 哎 说这自汉位以来 我们不封一姓王啊 何况您您都 您都不是汉人 是吧 您是一胡人 这这这这不行啊 要慎重 最后啊 这长使刘翔极了 说你们舍不得封王 可有人舍得 那十虎 鼻浅重使 甘言厚弼 派了使者来 我们这一拨一拨 门槛都快踢坏了啊 说要封我家慕容将军 为耀威大将军 辽西王 哎 人家愿意封王 但是呢 我家慕容将军 瞧不上十虎 知道他不是什么好鸟啊 雾其非正 雀而不受 可是朝廷 你们现在在干什么 在把我慕容将军 往十虎那边推啊 哪天 慕容将军一怒之下 要和十虎联合起来 这朝廷 可够你们喝一壶的 这么一说啊 那边终于下定了决心 正式册封慕容晃 为燕王 哎 说到这儿啊 大伙明白慕容晃 这一盘大旗了吗 哎 你看啊 自己想当王爷 但是呢 你要先跟朝廷说 封我为王吧 人肯定不封 那怎么办呢 哎 没关系 先自己给自己封王 然后呢 先联络石虎 击败断辽 再联络断辽 击败石虎 几战之下 地盘也拿到了 升威也闯出去了 这时候再逼朝廷 朝廷不敢不封自己为王爷了 当然了 这盘大旗想的再好 是以实力为保证 哎 你得打得过断辽 打得过石虎才行 所以呢 也有人说了 哎 你说慕容晃 这一盘大旗有什么用啊 你自己有这实力 你就一点点打呗 哎 那也是 所以啊 这历史嘛 可不就是这样吗 一人一个看法 有人心中的处心几虑 哎 在有的人眼里 他就一文不值